腾讯体育10月23日训,利拉德第一次上方这一杯饮料,各路媒体把四周围乐个水泄不通,不如往常,利拉德今天并不是最后一个走出浴室的球员,他坐下后面对手在更衣柜前的记者们。 不紧不慢的用毛巾把身体擦干,然后抹上身体足,然后向旁边波特兰论坛报,的记者凯利·艾格斯问道,能给我看一下比赛数据吗? 当然,艾格斯说道,轻轻头丢的有点毒啊,斩黄最后时刻两把不中间措施绝杀,无人驸马测开G3连外利拉德,看了看数据,利拉德摸了摸自己的头, 然后转过身来对记者们说,不好意思让一让,我得先把要换洗的球衣球网装进袋子里,在他把袋子扔到一旁后,他紧点头,事业采访可以开始。 为了迎接10月31日的晚圣节美国传统节日,开拓者终将今天,以节日服装的形象出现在球馆,利拉德一概往日内敛的座派,化身前WWE美国职业摔角巨星冷尸史蒂夫奥斯汀的装扮亮相摩达中心,狠狠的占了一把眼球。 赛前热身训练利拉德,也并不如往常般的冷漠,恰完神后,与和队友一起投篮,使奥尔互相嬉笑打去,但随着放松的心态,依上来利拉德打得很顺,手节砍下8分,其中包括一记高难度的2加1,不过在随后的比赛,向他的投篮陷入了挣扎, 全场比赛他21投7中,3分球失头紧2周。 他和开拓者,后场双枪里的另一位,CJ麦克利姆的同时失准,也导致球队在进攻端打不开局面。 比赛完战到加实赛最后6.6秒,沃尔两把不中,开拓者仅仅落后一分。 随着利拉德抢下篮板扣的一条楼上篮场遭波特封盖,波特篮开拓者在自己的主场摩扎中心,赋予来访的华盛顿奇才,吞下塞进手办。 在谈到最后这次进攻时,利拉德表示,我运球过了半场之后,看到没有人在进区,于是我决定突破得分,我看到波特补防过来了,我想着能能引着他把篮上进,但是他盖到了哪个球? 或许我应该选择抛投,而不是迎着他上篮,其实开拓者本有机会赢下比赛,他们一度最多领先对手10分。 不过他们全场低迷的命中率以及高达19次的失误,让他们载攻防两端都步履艰难,我们整场表现都不太好,让对方抢到了太多进攻篮板,让他们有太多轰卫三分的机会,失误也很多。 还有把握机会的能力,我们有两次在稍想前赢得比赛的机会,我自己肯定会去回看这两次进攻。 我们在比赛里打得很努力,有机会赢下比赛,但是在攻守两端的执行力并没有达到能够赢下比赛的程度,这是令人沮丧的。 利拉德说道,球投不进去,看起来今天两边都在连续打铁,但是我们投丢的更多一些,很多球都是我们平时能够投进的,这是最难受的地方。 今天比赛结束后,开拓者的战绩变成2-1,接下来他们将踏上客场之旅。 谈到不能以3-0的战绩开始客场之旅时利拉德表示对球队状态并不担心,赢下所有主场胜利会很棒,这三场都是能赢下来的比赛。 今天我们本有机会赢下比赛,中场前9秒我们还领先3分,我们想去办规,让他们上罚球线,最好通过我们自己的罚球赢下比赛,带着3-0的战绩征战客场会很棒,但是其实这三场比赛,我们都能赢下来。 如果我们带着目前所拥有的心态开始客场之旅,我觉得我们没问题,上赛季入选第一阵容的强力表现给利拉德,带来的除了2K能力之上升到90,还有罚球是主场观众高呼MVP最有价值球员的拥戴。 即使这样,利拉德似乎还是一直被低估着,不是一个呵呵的领导者,配不上第一阵容,一击击后再发挥失常,导致球队林比斯被踢胡夏克上的声音一直不曾消失。 而场上场下的利拉德,似乎总是一副处变不经的表情,或者说是没有表情,无论赢球或者输球,利拉德和撕裂之城,波特兰的别臭的命运紧接绑在一起。 在这一生中,他把球队扛在肩上,一步一步前进,就像过去的五年里,他一直在做的一样,我一直在状态里,不讳我可能会偷丢一些球,但是我永远会为了胜利而拼尽全力。 利拉德说道,新赛季的开拓者会达到什么程度,我们拭目以待,腾讯体育助伯特兰,特泰元唐伟涛文。